那我應該要先吃什麼 我的建議是先我們冰心糕 你剛剛說這個是冰心糕 對 它不是東西 它東西是紅豆兩色黑糖 它很像果凍的感覺 我們做得像黑 它特別像很像果凍 可是它吃得非常的Q 它Q到我咬不下去 對 因為它會彈牙 彈牙的意思就是你一咬下去 它真的把你彈回來 你都快要咬不動了 你越嚼越有非常的味道 對 那這個黑糖糕 來澎湖必吃的 對 因為是我們澎湖的新產品 也不是新產品 因為是說進行的 由流傳下來的黑糖糕 日夜發出創新 所以它是越來越香 所以它黑糖口味是非常的重 其實有一點 就是比較符合現代人的口味 不會太甜 那為什麼你放了兩個 因為這個兩個是都一樣 可是你看起來很像 可是它是紅豆糕 這是黑糖糕 黑糖糕占的比例比較多 紅豆糕是紅豆跟黑糖 在裡面是一半一半 所以這個是黑糖糕 這個看到嗎 裡面有紅豆 這個我覺得女生會喜歡 你都切得好大塊喔 我光這樣試吃就吃飽了 澎湖的黑糖糕 早就全國聞名了 細緻 綿密的口感 加上甜而不膩的黑糖香 讓許多人流連忘返 這一道道道地的澎湖味 但是也許你不知道 黑糖糕如何而來 其實黑糖糕就是我們 常常在拜神所用的發糕 所延伸出來的 因為澎湖廟宇眾多 一到祭典節慶時候 發糕的量也就更大 當地做發糕的人不多 這古早味也就越來越失傳了 僅當地人的改良和調整口味 慢慢變成這裡的一項名產 黑糖糕甜而不膩 口感鬆而不軟 咬下去滿口充滿著黑糖香 讓人回味無窮呢 而彈鴨的冰心糕 是老闆的最新立作 他把黑糖做成膠狀 將紅豆餡夾入其中 口感像冰塊一樣 但是咬起來又Q又軟 口味十足 老闆說啊 冰心糕也就是把古早的冰品 良緣慢慢演變而來的 但是黑糖要做出這樣的彈鴨 可不容易 是經過了多次的失敗 才有現在的成果喔 也讓裴真感覺到 澎湖人對於傳統 真的好用心 好有毅力喔 茶葉蛋嗎 對啊 我們本身是中藥房 因為我們這已經93年了 所以我們本身的中藥下去熬 好 熬24小時 那我們要兩顆 拿兩顆 拿它 你看它是豆干 我們等一下看這邊 好燙喔 很香 對 這裡有試吃很香 好 我們先試吃這個好了 因為這太燙了 沒有 那很香 這個中藥可以補氣補血 可以補氣補血 對 這蛋看起來好Q喔 對 那個24小時 都很日味 這多久 24小時 24個小時 我們看這蛋黃就知道 時間不斷 蛋黃不斷 它這個蛋不只是蛋的 外皮有它的中藥的味道 已經整個蛋黃裡面 都燉進去了 對… 好好吃喔 那我們吃一下這個豆干好了 豆干 豆干的味道 對 你看它已經顏色 完全進到豆干裡面去了 多汁 豆干好多汁喔 對 走進中央老街 撲鼻而來的中藥鄉 告訴我這家藥膳蛋進了 原本經營近百年的中藥店 在老闆娘一次偶然的想法下 用家傳的中藥 燉煮出了藥膳蛋 慢慢的廣為人知 因而遠近吃名 老闆堅持要做好每一顆的藥膳蛋 沒有滷超過二十四個小時 絕對不擺上台賣 有如他堅持這百年中藥店 一般的對待者 好燙喔 這裡面顏色這麼深 看起來好像會很鹹 你有沒有看到這上面的這個紋路 這個不是三四個小時 可以滷得出來的 老闆說它每一顆蛋都滷超過一天 老闆娘說有時候要 二十四到兩天的時間耶 可是二十四小時還可以滷到 這麼QQ的時間還真不容易 它是軟的 對 然後這邊感覺裡面是濕濕的 我好怕以後咬下去會噴漿 它的蛋已經從裡面到外面都非常的有味道 連蛋黃都有中藥的味道耶 看似像茶葉蛋 卻有著不同的口感與層次 聞似濃郁的中藥味 吃起來卻有一股清甜 藥膳豆干更是沒話說 味道很重但是不鹹不膩 豆干很嫩 咬下一口 豆干裡吸滿的湯汁就會噴出來 配合著豆干香真的好吃極了 看似不起眼的藥膳蛋和豆干 但是每一口都能夠嘗到老闆的用心 老闆說別光顧吃的 一定要到他的店裡 看看這澎湖少有的巴洛克式風格建築 他說這房子也有將近百年了 原本已經老舊不堪 又離經風吹雨席 都快要消失了 經過修整後 建築保有當初獨特的韻味 他最喜歡坐在四口井 仔細欣賞這房子 就好像看著自己的孩子一樣 聽他訴說這百年的感情 看著這一棟建築和四口井 感覺兩者就像在訴說著 澎湖的悠久歷史文化 但我相信 有如此用心的老闆 在看顧著這裡 他一定會延續 讓更多的人看到澎湖的美 Ricky老師 天后宮後面的老街很有味道喔 是啊 可是我以前早就來過了 其實這邊單單只是有吃跟逛而已 其實還有很多臥虎藏龍的人士在這邊 臥虎藏龍啊 對 你都認識 這是我的好朋友 又有朋友了 待會兒再趕快去找他 好啊 妳先看這邊 這是什麼動物 猜一下 這一隻動物牠是狗 牠是豬 牠是… 牠是廟裡的食屍 也不是 這一個就特殊了 牠應該是一整塊的原木做成的 你感覺牠一向原木 對 這一個說起來你就會嚇到 為什麼會嚇 牠掉… 好 妳先看這邊 這是什麼動物 猜一下 這一隻動物牠是…